1937年 寒冬雨战争突然降临 令人们陷入无尽的恐慌和痛苦中 雷塞尔的父亲因参加反抗组织被纳粹逮捕 妈妈为了让姐弟俩避难 决定将他们送到新的家庭抚养 但在奔向慕尼黑的路上 弟弟还是没能躲过死神的肆虐 被草草地安葬在一片荒凉 永不能归根的死地 此时 绝木人的怀中突然凋落一本书 趁没人注意 丽塞尔偷偷地捡了起来 几经辗转 丽塞尔抵达的墨弟弟 那里有等待他的陌生夫妻 但是 坠坠不安的丽塞尔没有下车 即便友善的养父主动前来打招呼 羞难且认慑的丽塞尔也只是怯怯的瞥的一眼 养母则比较粗鲁 暴躁的声音吓得丽塞尔一跳 受养姐弟俩也只是为了两人的抚恤金 但现在只能领一份 所以养母十分不快 充满了抱怨 只有养父耐心地伸手道 下车吧 我的公主殿下 这里是天堂街 也是你的新家 丽塞尔被柔软的养父打动 下的车 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昏暗的夜色中 思想的丽塞尔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寂寞中 他哼气地妈妈唱给他的摇篮曲 养父听到后 便在一大早拉起的手风琴 温暖的声色 将丽塞尔唤醒 但随之而来的 是养母对养父的谩骂 以及对他的强迫 一声妈妈是陌生的 一声爸爸却是欣喜的 就在这时 鲁迪的敲门声传来 他对丽塞尔颇有好感 怀着好奇 前来接他一起上学 课堂中 丽塞尔除了紧张 更多的是迷惘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课堂 第一次介绍自己的名字 当他被迫写下名字时 却只会写三个插号 很明显他不识字 遭到同学们的群嘲 甚至欺负 但坚强的丽塞尔 却将对方暴揍了一段 回家路上 喋喋不休的鲁迪 特想和丽塞尔做朋友 但被拒绝了 因为丽塞尔想回家 想找回亲生母亲 鲁迪虽有些失望 但还是蹲下身子 和丽塞尔打赌 如果他跑赢了 丽塞尔必须亲他一下 完心四起的丽塞尔 干脆先跑了起来 两个小小的身躯 就这样开心地飞奔着 仿佛前路没有尽头 夜晚 到晚安的养父 发现了绝目人手册 却也发现了 丽塞尔对未知内容 渴求的眼神 水平有限的养父 便决定帮助他共同阅读 很快 丽塞尔学会了一个个单词 终于学会那本书的内容 与此同时 纳粹开始的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那一夜被称为水晶之夜 犹太人马克思 被母亲推出门外 去寻求生的希望 那一晚 他的每一次回望 都将是他人生中 最难忘的记忆 当养父打开手册的 最后一页 发现了丽塞尔弟弟的照片 虽然丽塞尔失去的弟弟 但那张照片 承载两人永恒的记忆 为了安抚丽塞尔 养父领着他 来到一间幽暗的地下室 当灯光亮起 映入眼帘的是 满墙的字母和单词 而映入心间的是 意外 是欣喜 在他看来 这一墙的字和养父 都是他宝贵的财富 某夜 德国居民 参加的响应 元首号召的集会 目的是为了 清除思想上的异端 但那一句句豪言 却充满杀戮和独裁的言论 正不断袭击着 丽塞尔的良心 人群散去 遭动归于宁静 而在灰烬中 仍有一本书 坚硬地躺在那里 有种魔力 驱使着丽塞尔 把他捡起来 不一会儿 来见丽塞尔回家的养父 发现了丽塞尔偷藏的禁书 不过他答应 会替他保密 当二人悄悄在地下室阅读 门外传来的急剧的敲门声 随即蔓延在所有人紧张的神经中 当养父战战兢兢地打开门 只见一个瘦弱的年轻人站在门外 你还在拉手风琴吗 养父什么都没说 直接将他迎进屋内 这一次 养母收起的蛮横无礼 甚至帮着照顾年轻人 一战时 马克思的爸爸 用命保住了养父的生命 所以养父发誓 无论如何都会帮助他们一家人 那个被托管的手风琴 就是他誓言的见证 所以他诚恳地叮咛丽塞尔 无论是谁 都不能向他们透露这个秘密 诚信是人最重要的品质 马克思的到来 令利塞尔充满好奇 一睁眼 马克思看到的 就是利塞尔那双幽静 充满探索欲的眼眸 养母再三叮嘱利塞尔 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夜来人静 利塞尔从孱弱的马克思身边 抽走到他的那本书 苏醒的马克思 坦白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 这让他和利塞尔有了共鸣 都憎恨着希特勒 望着眼含泪化的马克思 利塞尔安慰他 自己刚来的时候也经常哭 两个无助的心渐渐接近 此刻 他们是世界上最贴近的两个灵魂 一望无际的宅子里 利塞尔惶惑地站在门口 养母让他来给镇长夫人送洗衣服 夫人眼神和睦 邀请着利塞尔进入屋内 由于中 利塞尔走了进去 琳琅满目的书籍 让他晚在天堂 如临梦境 他的手接触过一本本的书籍 回过头 用眼神请求夫人的阅读许可 夫人情着泪 似乎在利塞尔的身上 找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就这样 利塞尔获得了随时可以借阅的许诺 后来他才知道 这间书房是夫人死去的儿子 约翰的书房 缘分未动 保留着他对约翰的全部想念 养母执意 要马克思转移到地下室 防止被人发现 从此 地下室的文字 每本书籍 都成了利塞尔成长的元素 马克思教会他 对文字优美的形容 教会他用文字 丈量对世界的感知 他和马克思因为阅读 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1941年的圣诞节 街道因为征兵 变得冷冷清清 只是养父 还是悠然自得地坐在门口 拉手风琴 内塞尔给马克思 带来一份久违的礼物 那是一个雪球 原本冷清的地下室 三个人玩起的打雪仗的游戏 这种快乐 离他们已经很遥远了 但喷喷的声音 惊动的养母 不过 他没有大发雷霆 反而加入了他们 他们四人点着蜡烛 围坐在雪人旁聊天倾诉 那个温馨的夜晚 此生最深刻 也最值得人铭记 最后 马克思送给利塞尔一份礼物 他把原本写满希特勒的书 刷成了白纸 希望利塞尔 把想记录的一切 写在这本书上 因为言语就是生命 但第二天 荣调的雪人 这是马克思生病的 他看上去病入膏肓 利塞尔内疚不已 他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这些夜晚 他都守护在马克思身边 即使不知道 他能不能听见 利塞尔还是一遍一遍 给马克思阅读 身边书籍里的故事 可是 他的书籍存储量 是那么的贫乏 茫茫白雪地上 利塞尔兴奋地奔跑着 他想到一个大胆的主意 他要在一年前 辞退他们的镇长家偷书 恰好 书房里的一扇窗 是虚眼的 利塞尔拿了一本书 还没来得及跑 镇长退眉而入 他只能暂时藏了起来 镇长没发现他 只是关上的那扇窗 其实那扇窗是镇长夫人 故意留给爱读书的 利塞尔的 某天 照常偷书的利塞尔 碰到了给他送东西的鲁迪 鲁迪发现了他的偷盗行为 便希望利塞尔 把这段时日隐瞒的秘密 告诉他 直到看见 马克思这个名字 他突然带着 极度 不甘 追问着 那是谁 几番挣扎下 利塞尔用他们之间 吐口水的方式 告诉了鲁迪他的秘密 此时 一个狂热纳粹的男孩 听到了两人间的对话 便走过来 抢夺鲁迪手里的书 鲁迪为了捍卫 利塞尔的秘密 只能将日记扔到河里 等无人时 他又一路小跑 跳进了河里 河面 泛着静谧的水花 鲁迪却迟迟 没有要出来的迹象 利塞尔慌乱极了 突然 鲁迪捧着那本书 涌出水面 口中却在喊着 这下 你可以相信我了吧 此刻 利塞尔的心 被难言的感动清晰着 他终于知道 鲁迪是永远值得信赖的人 一天 一群党卫军挨家挨户地搜查着 一瞬间 利塞尔慌了神 在鲁迪的掩护下 他假装踢球受了伤 要回家休息 回到家 他急忙告知的养母 可就在众人藏起马克思时 敲门上讲了起来 养母故作镇定开了门 养父也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听说要来人检查 就刚把地下室打扫了一遍 军官环绕了一圈 却毫无发现 而马克思就躺在那面旗帜背面 短暂的惊心动魄 和长久的恐慌中 终于传来一条好消息 在教室里 利塞尔看见养母 大不流行地走过来 狠狠地拧着利塞尔的耳朵 大声地责骂着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带走利塞尔 最后告诉他 马克思苏醒了 母女俩喜悦地拥抱在了一起 这个笨拙强悍的女人 只能以这种方式 说出这个好消息 其实她也善良如私 那一晚 利塞尔匆匆回家 见到了苏醒的马克思 马克思告诉她 她念的每本书 说的每句话 她都有听到 但欢乐时光 并没持续太久 防空警报响了 利塞尔一家 只能随着大部队 逃进防空洞里 所有人 在黑暗中迷惑不安 这时 养父拉起的悠扬的手风琴 震震琴声 舒缓了每个人的紧张情绪 在空机的街道 马克思冒险走了出来 她仰望天空 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星辰 这些美丽的景象 既圆又近 像极了从前的美好时光 为了不再拖累 利塞尔的家人 马克思决定离开这里 她告诉利塞尔 她一直在他身边 在那些文字里 不久后 养父被强制征兵 离开了家 而养母 紧紧地抱着手风琴 进入梦乡 此时的利塞尔终于发现 也终于明白 她那平日里的坚强 只是为了在战乱之下 活下去的伪装 又一个躲进防空洞的夜晚 恐惧蔓延在老弱妇孺的心中 幽静无边的黑暗中 利塞尔讲起的故事 那些生动的情节 为所有人驱赶得心中的阴霾 文字 滋养了他们的灵魂 修补他们 对未知的胆怯感受 有一天 少了一条腿的养父回来了 利塞尔惊喜交加 确认过后 奔跑着紧紧抱住的爸爸 简直像是一场美梦 但这怀抱如此温暖 让人留恋不已 团聚的一家人 只是静静地坐着 吃着饭 听着手风琴 就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 这样的时刻 让利塞尔想到 那本从未开始写字的书 她要把发生在她身边的故事 原原本本地记录出来 那是她最珍贵的记忆 但这晚 命运再一次 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 在所有人沉睡中 防空警报没有响 空袭却陡然来临 炮火瞬间点亮的整个小镇 当利塞尔从废墟中被解救出来 她看到的养父与养母 冰冷的尸体 她曾经那么亲密的家人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她而去 接着 她看到的鲁迪 那个洋溢着笑脸 喜欢奔跑的少年 也永远闭上了眼睛 利塞尔流着泪 吻了鲁迪 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那些藏在心里的喜欢 鲁迪再也听不到了 两年后胜利的大街上 人流密集 利塞尔终于在所有人世消散之后 看到了马克思 他衣冠楚楚 带着希望 等待着利塞尔 从今以后 他们永远相守 直至死亡 《偷书贼》上映于2013年 改编自同名小说 讲述的一个因为阅读 而点亮希望的战争故事 在战争里 利塞尔学到了很多 他理解到 爱不只有一种形式 除了和煦如风 更有狂风暴雨 他频繁的养父养母 正是这样的两极 不过 善良是骗不了人的 当他们一家人 因为挽救生命 而富有凝聚力 当他们因为 见证生活的丑恶 抑或参与生活的美好 而互相理解 互相热爱 那些读过的文字 听过的音乐 甚至看过的风景 在细碎的生活中 就有了存在的义 虽然细碎到了无痕迹 可就是这些细碎 会在日后 那些暗无天日 找不到出口的时刻 给每个人那么一点点力量 会让他们撑下去 走得更远 战争固然残酷 让丽萨尔失去的很多 包括那个踩着他的心 令他哭泣的金发小男孩鲁迪 但年少 始至不渝的情思 文字的力量 可以催使他 把记忆的闪光点全部收纳 分享给后世 某一刻 书籍喂养了丽萨尔的生命 教会得丽萨尔成长 让他在现实的宿命中 一次又一次顽强 告诉他 活着不只是为了活着 也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